接下來我們要開始上所謂氣象的部分 這個部分內容是比較重要的 第一個是講的是比較簡單的事情 就是所謂的天氣啊天氣現象 好 大氣呢有很多的發生很多的現象 有很多的變化 可是這些大部分的變化都發生在 我們的最下面的那一層 就是我們剛才上課有教過的 哪一層呢 Number 24 20號 請問您是哪一層呢 很好對流層 我們發生在對流層 然後呢就會有所謂的晴天雨天 會有所謂陰天什麼之類的 冷熱變化 這些就叫做這些晴啊雨啊冷啊熱 就叫做所謂的天氣變化 研究天氣變化的科學就叫做氣象學 我們這裡教學的目的之一 就是要教各位最簡單最基礎的氣象學 晚上回家聽氣象報告的時候 知道他到底在講些什麼東西 他在講那什麼事情 會有什麼狀況 你會要了解一下 這就是我們要教簡單的氣象學 這就是我們前面教過的 李老師也講過了什麼叫做天氣 天氣就是短時間之內的 一天兩天之內的 然後是 或者是 一個禮拜之內的 這種大氣的狀況 比如說最高溫最低溫啊 會不會下雨啊這些東西啊 就叫做 所謂的天氣 短時間內的天氣的狀況 大氣的狀況 大氣的狀況叫做天氣 那麼氣候就是長時間的 長時間的一個平均狀態 或者是在特定的時間 會出現的特定的情況 那叫做所謂的氣候 然後地理老師有教 地理老師會再教一遍 再考一次就是這個 古時候學過的 我們說 台灣的氣候 均溫大概二十多度 雨量大概這麼多 然後呢夏天會這樣 夏天會吹啥 夏天會吹什麼 這個 地理老師有教 地科老師也會再教一次 然後考試會再考一次 No.9 9號 夏天吹啥 不會喔 你講話好小聲喔 還好我還聽得見 西南季風 夏天會吹西南季風 然後常常會有 午後雷震雨 會有颱風 這是台灣的氣候 那冬天呢 冬天溫度低 冬天溫度低 會吹啥呢 這個也是還是那句 第一老師有教 地科老師會再教會再考 No.33 33 東北季風 冬天吹東北季風 好 水冬天吹東北季風 好 然後地老師有告訴你南部有雨季跟乾季 冬天會缺水 地科老師也會教 會告訴你為什麼 為什麼會缺水 為什麼會少下雨 然後考試也會問 好就是 這就是所謂的台灣的氣候的狀況 年均溫 原雨量 然後冬天會怎樣 夏天會怎麼樣 就是我們的氣候 好氣候 這就叫俗話 竹風來雨 來形容台灣的氣候 因為叫做新竹的風 宜蘭的雨 在冬天吹東北季風的時候 不過宜蘭地區在山靠銀風面 未來會焦 那地方就常常會下雨 所以冬天的時候宜蘭雨多 新竹呢 風大 新竹風大 所以呢 叫做竹風 那因為新竹會吹很強 當地人叫做酒降風 地理老師有叫啊 酒降風 地理老師有叫酒降風 然後所以因為風吹很強 適合來風乾米粉 所以新竹的名產之一叫做 米粉 米粉 所以竹風來雨 這是來形容我們的台灣的氣候的狀況 新竹的風宜蘭的雨 剛才所教的都叫做正常 一般都這樣 可是有的時候會出現異常 溫度特高 溫度特低 雨量特多 或雨量特少 那這邊是舉了一個例子 民國98年8月2號 新竹地區有到39.4度 打破40年來的最高溫紀錄 異常 不過 在這個號稱全球暖化的時代 很多的異常都快變成正常 你常看到報警攤開來 百年難得一見的大豪雨 這一次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大豪雨 下次又來一個百年難得一見的大豪雨 又再來一次百年難得一見的大豪雨 快變成百年常見的大豪雨 這個現在很多異常都快變成正常 所以怪怪的東西越來越多了 那號稱是因為那個全球暖化氣候整個亂套的關係 這個再說再研究 這就是跟各位簡單的介紹 等於算是複習以前地理所教過的什麼叫做氣候 什麼叫做天氣 跟各位做個簡單的說明 OK